有打包 我做這個農茶的原因其實是地盡起立 因為爺爺當初民國44年 有時候在那邊種茶 後來因為茶葉沒落 大概在民國75年左右 茶就廢掉了 廢掉之後就也沒有種什麼 就讓它自然生長 剛好也碰上我們台灣的休閒農業 而且農業剛剛起飛的時候 所以就趁這個機會就開始整理了 到現在其實也邁路第17年了 一路走來其實蠻辛苦的啦 因為大部分都一個人在那邊整理 房子自己蓋啊 樹木重新種啊 那些花草樹木 種一些水果算一些收入 除了這些個人的一些 個人風險之外 還有一些天災啊 像我們種的一些水果 會有一些鳥海啊 還有一些 像山豬啊 也很多 會來損害我們能做物 但是我們又基於生態的關係 我們不可能去獵殺 哈哈哈哈 一日農夫 我們 沒有走快速道路啦 你就對爽快速道路 然後好多名的水果都對啦 快嚕啦 這邊叫紫 很長齁 那它以前 是 舊地名 現在叫百壽村 我們路以苗栗縣市場的鄉百壽村 它以前舊的地名就叫紫 所以我就用舊的地名去當作我的電招 電的招牌這樣 那也希望說 各位有興趣啊 或者是希望不要太去人幾人的地方 就可以過來這邊走一走 通常 你只要在 網路上指幅搜尋 就可以得到一些相關資料 路線圖電話都有 目前農場這邊 有做一些簡單的露營 烤肉 然後這邊 其實 未來還 還要做蠻久的就是 希望說也有個民宿 這是 計畫 計畫之一 這個水太快了 我先 我先 我先開桌 加一點開水下去 沒關係啦 不然你那水太... 我們的工大也做 好啊 加一點點不要下太多啦 有個偏爾